朋友们有没有对咖啡减餐创业感兴趣的 可以看看这一家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司董会员开的一个咖啡厅 在酒店的楼下 目前是宝本威力的 做的主要是酒店的早餐生意 还有附近的一个生意 他自己本人是做护理的 然后另外一个合伙人的去选议员了 他们想拓展一下午餐的生意 但是我建议他们不熟不做 所以说他们想把中午的午餐拿出来 跟创业者去合作 你不需要去承担这个房租的成本 那如果说赚钱的话就可以分嘛 对于很多没有太多资金的创业者来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如果你做的是比较干净的午餐 不需要户的那种啊 无论是三明治也好 或者是Pokey也好 都可以去聊一聊看看能不能合作 他人也非常好 你也可以顺便去学习开咖啡店的经验嘛 这家咖啡店的名字叫Purple Rainbow 你可以上网查一下 未来的七月份呢 我会通过考察各地会员的餐厅经营情况 帮他们去拍照拍视频 然后同时跟大家去播报 各个州的这个市场情况 到了八月底呢 我就会回国为我们的会员 去链接国内的资源 那大家都关注下我们的账号 关注旭哥北美餐饮 关注旭哥北美餐饮